您这今天穿得像模特 陀佑老师好 没想到又在电视机上看到您 又在 我基本上天天都在 对对对 这衣服是你特意为了节目选的吗 不算吧 就是日常装 但是我毕竟 日常穿成这样 对 回头率还挺高的 那你的健身是为了回头率呢 还是为了自己的自信呢 为了自信吧 因为我之前一百五十斤的时候 非常自卑 买不到衣服 你有多高啊 您猜呢 目测大概一米六五 163 但是我对外宣称165 还在这样呢 因为我每次说163的时候 别人都在质疑 你有这么矮吗 你看起来像168呀 然后就觉得解释起来很麻烦 然后我就说自己165 我头一次看见 把自己的身材拔高了 还说的这么阵阵有词的 咋剪的呢 剪了多少 我最胖的时候到150斤 现在是125斤 这上面写你参加过健美比赛是吧 对 这是为了挑战自我 其实我不是专业的职业运动员 你这个健美比赛是专业的吗 对 是专业的 跟一群职业选手参加比赛 第一次的名次是第六名 说你还获得过爱动力健身杯 黄金联赛天津分战赛 女子美臀优秀奖的 对 那个叫蜜桃准 这咋变啊 嗯 臀部训练很多呀 硬拉 深蹲 臀桥 因为臀 臀大肌 臀中肌 臀小肌 就是方方面面都要训练到 你的臀形才会比较好看 哎 李线你做过教练吗 我有带过学员上课 因为我跟朋友合作运营一家健身工作室 一定要自己也会练 也会教才是好教练 是 你现在自己还锻炼吗 嗯 现在自己有在锻炼 但是因为疫情有两个月没有训练了 然后我赶在体脂最高的时候 来这里参加面试 心里压力非常大 你今天来 我这上面写的是来面试活动执行和商务拓展 对 这个以前干过没有 没有 没有经验 那为什么想做这个 嗯 就是我本身这个人就非常热情 很喜欢与人沟通 然后在健身的过程中 我觉得健身还是作为我的爱好比较好 然后我现在也有时间和精力 来发展我的事业 所以我想在商务拓展 或者活动执行方面有所建树 但是如果你做商务拓展和活动执行 那你就是从零开始 对 但我觉得我做健身工作室 就是从投资阶段到开始找这个房子 到跟房东去谈合同 到发展会员 然后到宣传 我觉得这本身也是一场执行 我觉得不算毫无经验 你的工作室现在还开着吗 对 还在开着 然后我是18年9月份开始运营的 现在已经一年半的时间 也很成熟 所以我觉得我现在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 去发展我的事业 你的工作室现在盈利状况怎么样 大概一年收入多少 60 那你要求薪资比薪多少呢 我觉得10K左右吧 你这样 你刚才也说了 其实你开工作室的过程当中 其实有很多的工作 也跟执行是相关的 你能挑一件事情说吗 比如说宣传方面 我尝试了 递推肯定是得有 就是因为我们那个工作室 紧邻地铁站 然后周边有很多的大学 还有写字楼 所以我们也会展开一些地推的推广方式 还有网络宣传 我觉得这个很有必要 就是我去年打比赛 这件事情 我就是为了我们工作室宣传而做的 因为我本身之前是胖过 然后后来又减脂 又增肌 我经历了很多这样的过程 也走了很多这样的弯路 所以在给交会员的过程中 我觉得是言传身教 然后比较有参考性的 因为我们是活动公司嘛 对 这就是我特别想了解 就是你的这个经验 只能在你的工作室上应用 对吗 因为你是用你自己 作为你的一个宣传的 这样的一个内容 对吧 然后你把你自己塑造成了一个故事 你就是你的工作室的IP 然后呢 是这样 你在活动公司 怎么样去进行应用呢 因为活动公司 不是传播公司 我觉得首先要了解 客户需求 然后再根据 客户这些需求 去制定可行性的方案 我确实是没有做过活动执行 但是我觉得我的学习能力比较强 那我就挺直接跟你说 因为在活动行业 如果是你没有做过活动执行的话 入门差不多起薪是 如果是包住的话 就在三千多 三四千 如果是不包住的话 是四五千 这是一个大学刚毕业的新生 然后走到活动行业来 非常正常的一个行业起薪 但是呢 因为它呢 实际上身上带着一些光环 如果说未来的企业 是能够利用这些 它原有的资源 还有它的这个 所从事的这个行业的一些经验的话 这个时候它是有加分的 这个我觉得一万呢 也是有可能的 所以这块的话 我也觉得你可以考虑考虑 斯凯勒这边的那个机会 他们可能跟你原来的这个行业 有一些重叠 对 其实我也想跟你说 其实你不一定要做活动执行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有一个更大的一个问题 在这里面 是说你说那个 你做那工作室 你应该是很好的去把它进行起来 才是 我觉得是一条很好的路线啊 因为我觉得目前 现在已经很成熟 不太需要我了 首先我们健身工作室 教练是够的 而且也有店长 我是那为一个 像工作室也好 或者说做一份事情也好 创始人的离开 它其实就意味着说 你那个店可能做不好了 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不是 因为我们也有 也有其他的合作伙伴 然后我是觉得 我完全可以独立出来 其实你那家工作室 你想做的多大 你要把它发展到多大 我肯定会开连锁 好 那开连锁 创始了一把手 他不投入到这份事业当中 那我就不太明白了 没什么不太明白了 那基本上 我能表示谨慎的怀疑 基本上你是来做宣传的 有一方面 对吧 你不是来 有真诚与热爱 我要去做一个活动 我要从这活动策划到 执行到策划到什么公关 你没想这个 你想的是说 我要借这个舞台 来表达一下自己 我有想做第二个职业 我们不排斥说 有些人是来宣传自己 只要是真诚的 但是你的求职的 这个动机的比例 大概是百分之多少 百分之七十吧 有百分之七十 嗯 但是你怎么去回应 刚才我们都问到的 那个问题 一个要把自己的店 开成连锁的人 自己倒要出来 这个精神性的象征 一旦走了 那下面的人就会散 而不是说你在店里 起不起作用的问题 你怎么回应这个问题 因为本身现在店面 也不是我在管理 每次开会啊 然后总结啊 都是店长来进行 我觉得我现在 在店里的作用 不是那么大了 所以我才会出来 找这个工作 那你还开什么连锁呢 开连锁 就是等会员量饱和了 然后资金 然后又够的话 就可以考虑开连锁呀 所以我可以这样来理解 其实所谓的开连锁 也好什么也好 现在这个店 虽然是盈利的 可能到达了一定的饱和处 所以你想出来另寻出路 两条路 并行而走 对 那么在第一轮选择之前 我再问你一下 最低底薪 你能接受多少 是否需要调整 可以降 六千 六千加 六千 对 好 第一轮选择 请大家做出判断 去还是留 一共还剩七战 哇 接下来我们进入天生我有才 天生我有才 给大家带来的展示是什么 就是关于比赛的造型展示 是他换个衣服 我不换了 就这样吧 你换衣服时间比较长 要简短 因为今天服装的原因 所以就是很多造型不能展示 那为什么不换服装呢 刚才我们的工作人员说 你可以换服装 时间太短了 所以没必要换 我突然之间觉得 其实在这方面 你倒没有做到 尽力地去展示自己 既然大家可以等 也可以允许你换 你为什么 作为一个曾经在舞台上 尽量让自己展示的 更完美的人 却放过这么好的一个机会 刚才你的这个展现 可以说是草草收场 是的 你不觉得浪费吗 有点浪费 我都能想到 未来在你的这个店里面 工作室里面 都会一直循环播放着 这一段 就是你在菲尼莫属舞台上的展示 然后跟涂老师的对话 那你这一段展示 如果不把自己展示的 最漂亮的时候 你播出来的意义 不就会打折了吗 是 我现在有点后悔 你作为活动的执行来讲 其实对每个活动 没有尽善尽美 我知道 进展的每个环节 都要保证它的质量 完整的展现 对 但是你刚才恰恰 做了另外一个反面 说我是 本来计划的很好 但是我以为 时间的问题 我就草草收场 对于整个效果 带来大大得寇 接下来我们进入 职场情商课堂 讨论方案的时候 领导嘴上说 我提个建议 是该当成命令来执行呢 还是只作为参考呢 我觉得作为参考吧 毕竟他只是提了建议 如果最后 我真的没有按照 他这个方式来执行的话 我也可以说 毕竟您当初提了建议 然后我觉得不是很合适 领导很明确地说 我提个建议 你就真把它当成建议了 是 对吧 好直啊 正确的做法 应该是你给领导回应 你的想法是什么 这刚好是一个 非常好的沟通和确认的机会 对 能够激取领导 建议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这个在整个团队的 执行过程里边 能避免风险 对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什么 真正为这件事情的 结果负责任的 是你的领导 而不是你 对 你为执行负责 但你却没有按照 他想要的方式去做 那这样的话 即使拿回来了结果 我觉得也不完美 他之所以会这么回答 是不是因为他 一直以来他在做老板 所以他会这么想 的确是 的确是 他的心气已经是老板了 他这个是创业者四位 你因为觉得自己有老板的心气 是 对吧 我提个建议啊 你那个做活动执行 哪家要你 基本是个灾难 别这么说 我要求 你那个 你一定要做活动 你也是做活动策划 也别会做活动执行 我提个建议啊 我来说一个 就是你面试的问题吧 是这样 就是因为你本身面试的时候 不是用执行岗位 但是呢 你来了之后 就是除了优秀的你之外 你没有给我们任何东西 你稍微有一点 相关的知识带过来 我们都会觉得说 你做过功课了 对 这是能找到的 所以我觉得 你做功课的这个能力 可能还差一点点 好的 嗯 你现在有点慌呢 我没有慌 我觉得我学到了很多 我觉得识别三日 当刮目相看 我到时候肯定进步很快的 好 第二轮选择 去货流 请大家做出判断 还剩下一盏灯 直接进入 谈前不上感情 好 谢谢 来请曾花 说出你的薪酬和职位 等一下我是觉得你很优秀的 但是我对于你的动机 我其实不是特别了解 嗯 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 我先把你招进来 呃 底线就按照你说的六千 但是如果说 你真心想做的话 我可以给你找 大概是 做什么方面的工作呢 呃 我还是让你对接商务 就是业务方面的 哦 然后我也会让你自己去开发 好的 嗯 我还是比较擅长开发客户 是的 是的 土雷老师 我有话不吐不怪 是这样 就是我 我其实不想拆散 这个两位哈 但是 你现在在做的一件 这个事的经历 是和我以前的经历 完全一致的 嗯 我在N多年前 创业一家公司 我把公司放在一边 然后我去当了 另外一公司的副总裁 嗯 当了四个月之后 我发现我原来那家公司 成长出问题了 你知道那个时候 你会做什么决策 你一定不会放着 真种的公司先做好 你一定会回去救那个火 所以四个月后 我辞去那个副总裁 我去回到自己那个公司 OK 所以我恰恰不敢去住院这件事 如果今天有投资人给你投资呢 他的要求一定是 你得回到你的公司 我是觉得我不是完全离开 因为我觉得我周周日有时间 都在那里 这个心哪是不能离开的 我跟你说 你就一个人 我们说这个这个这个 有可能只有的发展 就是斯凯勒这边是坚持的 他那边是专题也可以 你真的是多虑了 他的本意 本来百分之七十 就是来秀自己的企业的 他就是到曾花那儿逛逛 但是 六六 不 石头哥 超内心 石头哥 这是个表率 他如果在这里成功达成了这件事 那么很多的创业者 都会想着这样子来解决问题 所以我 我有义务指出这件事 好 我没了 好可以了 这个正反面的话 其实都说了 让他自己去做决断吧 好不好 来 十秒钟做出你最后的选择 这个可以了 斯凯勒或者是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我选择加入斯凯勒